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们还是要接着上节课的这个哈希相关命令来说 咱不能每次差大家一个命令 这个不合适啊 我们看到可以添加包括读取 还差一个什么呀 对 删除没有说啊 在这呢 把这个命令加进去之后 大家再把所有的归纳到一起 还有一个 HDL 它的作用呢 我们已经说了 它是删除我们哈希表key中的一个 或多个指定的域 这样的形式 是把我们这个域删掉 删除哈希中key的指定域 可以删除一个 也可以删除多个 这个命令呢 一起归纳到我们这个哈希表中 好 它的语法呢 就是HDLkey 跟上你的Field 可以跟多个Field形式 但是需要注意啊 在我们2.4版本之前呢 这个命令 一次只能删除一个 你想一次删除多个的话 需要把它 把这个命令包含在我们的 多条的删除的里边 MULTI和EXEC这个块中 才可以 那成功呢 是返回被移除域的数量 我们可以来实验一下 首先我可以得到一下 所有的HGET 2 UserInfo3 UserInfo2吧 这个多一点 是不是一共有UserName Password CakeName 或者我们直接得到HCase UserInfo2 是不是一共有5个月啊 那现在我想把它删掉 别这么写 HDL UserInfo2 删掉一个UserName 一个Password 再来一个Email 好 你看一下 是否可以 是不是删掉了三个 你再得到一下的时候 只剩下两个了 同样的 如果你在这指定一些 不存在的欲的话 这时候 你再来看 刚才这三个都删掉了 我们再写A写B写C 再来一个Raw 一个存在的 这时候它只会返回 成功删掉了这一个 这些呢 它直接把它给忽略掉了 忽略掉了 那接着你再来得到一下 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这样的形式 比较简单啊 HDL 好 那这才是我们所有的 常用的 和哈希相关的一些命令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它一起总结一下就可以 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一节课呢 我们先不说我们的这个集合类型 先把和键有关的一些命令 这不和我们 不是和我们数据类型有关的 和键有关的 就和case相关的命令 带着大家过一下 好 那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我们下期待会订阅的节目的 我们下期待会订阅的节目的